大家好,爱吃一顿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些韩星们的豪宅也太豪华了吧 韩美TMI News公布了韩星最贵豪宅TOP10 个人电梯顶楼游泳池,电影院超市吃 冠军豪宅更是高达115亿 来看看名副七十的高富帅白富美韩星们有哪些吧 韩星最贵豪宅TOP10金秀贤 价值32亿以千万韩元 超级大事的南神金秀贤除了是2021年拼筹排行榜的冠军外 还坐拥价值32亿韩元的豪宅 而他的豪宅位于在城东区G公寓 是仅次于江南的高级住宅区 每年都刷新韩国最高房价 甚至比其江南的一般公寓价格更加昂贵 除了金秀贤以外 徐康俊、金载忠、JJagon等人都是G公寓的住客 社区内部拥有健身房、游泳池、娱乐间等公共设施 每个月的管理费更是要价1000万韩元以上 从2012年拥抱太阳的月亮创下42.2%最高摄出率的金秀贤 到了隔年来自新兴的你 人气直线飙升 成为当今至说可受的一线演员 与金志源合作的新戏《累之女王》也即将于3月开播 以金秀贤目前单击片酬破2亿的身价来说 负担这样的房价也是刚好而已了 韩兴最贵豪宅top9车泰炫 价值44亿7000万韩元 国民爸爸车泰炫于2001年出演我的野蛮女友窗红 2023年参演的《母米异能》开播后也收获许多好评 而车泰炫所持有的豪宅也是豪中之豪 总价44亿7000万韩元 排名定11位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 车泰炫的公寓虽为集合式住宅 但地段非常好 内装也十分雅致 甚至一户就有7个房间 而且和金喜爱江湖东留在时都是邻居呢 韩兴最贵豪宅top8黎明浩 价值50亿韩元 在全球又超高人线的黎明浩 上榜第9名一点都不意外 它在过去曾以约29亿韩元 购入位于江南繁华地段L别墅的顶层 这种别墅光是附近地铁就三条 现金价格一翻倍成长来到了50亿韩元的惊人价格 由于地段优良 临近地铁及优良学区 除了黎明浩之外 就连崔智友 秀英 全向右也在同一栋别墅置产 而黎明浩的别墅不仅24小时保安完善 出入口还设有特殊管制 私密性相当高 别墅区内 还有能视讯开会的商务空间 按摩室 甚至是电影院等娱乐设施 不出门就可以享受高品质的休闲娱乐 黎明浩自2020年 The King永远的君主 2022年美国Apple TV 剧集百清歌后就没有推出新作品 目前带播剧只剩下与空小镇之缘的 问问星星吧 预计将于今年播出 真的超级令人期待呀 韩星最贵豪宅top7 李立勋 价值60亿韩元 出演模范计程车 我是遗物整理士 成为韩国男神之一的李立勋 也上榜了 除了演技说到肯定外 他还拥有智产好眼光 2017年以约37亿的价格 购入深水洞首尔林附近的A大厦 而在今年市价已飙升到60亿 为全韩国不动产总价第7名 李立勋宿持有的豪宅 是一栋除了地上49层外 还有地下7层的建筑 公社更还有可以开拍的娱乐室 室内高尔夫球场 三温暖等秋险设施 连大楼外观都看起来超豪华 如今李立勋不仅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 Company On 还和电影导演好友一起创立制片公司 Hardcat 他更指导了首部短片电影 Alphmade 同时担任导演与编剧 主演找来好友丁海银 表义真出演 目前他主演的新剧搜查班长 The Beginning将于今年开播 很快就能再度看见他的精彩表演了 韩星做过豪宅top6 柳西烈 价值62亿韩元 以音乐电视节目柳西烈的写声部 广为人知的柳西烈 根据自身对不动产的精通 在2014年以36亿韩元 购入了青檀栋H别墅 并在2019年进行改建 房价瞬间上涨至62亿韩元 而今年这栋房也在标价排名中 攀升到了第三高 是连好友李迪都认证的投资眼光 此外 演员丁海英 崔志勇 李辉仔夫妇都是他的邻居 进地铁交通方面外 购物百货更是比比皆是 另外 柳西烈也在2015年 以103亿韩元 购筑自己旗下 Alton娱乐的办公室 精准的投资眼光 连投资界的名人都非常佩服呢 韩星最贵豪宅Top5 苏志谢 价值77亿5000万韩元 苏志谢在2018年 就以61亿现金 购入朔尔梅峰山区的H别墅 外观有如欧式城堡的典雅风格 还可以远眺 乐天世界塔的夜景 如今房价已经来到了 77亿5000万韩元 和嫖笑信 韩笑周 以及BTS Jean 成为邻居 韩星最贵豪宅Top4 BTS RM 价值79亿韩元 BTS的队长 RM 早已是大家公认的脑性男 投资眼光 当然也不在华下 他现在在2019年 以58亿卖掉我于 汉南洞H公寓的防弹宿舍 而后 以限制63.6亿韩元 马上再收购同一个社区的 汉南洞南湾南豪宅 至今房价已经来到了79亿 除了与成员 Jimmy成为邻居外 连Big Band队长 JJagon 演员李中硕 与演员张允静 都一样住进了这栋天价豪宅呢 当初想做音乐 却被母亲阻止的RM 当时刚好得知自己模拟考试成绩 是全国的前1% 虽然曾下定决心要专心研读 内心却依然还是想做音乐 最终也成功说服母亲并获得允许 也是凭借着这股毅力 以及与生俱来的音乐天分 才能让他有今天的成就啊 韩星最贵豪宅Top3 赵银成 价值92亿 2324万韩元 接下来进入到前三名啦 最贵豪宅Top3 由演员赵银成拿下 他在残世乐天世界大厦中的豪宅区 购入上下层两户 并且还是买给妈妈跟弟弟的住家 当初购入时两户合计的价格为45亿 如今2021年的实价登陆 一户就已经突破了92亿 除了赞叹他的投资眼光外 也不得不欣赏他的孝顺 而张银成所持有的乐天世界大厦内 各种设施尽有 除了设足馆 免税店 电影院 甚至还有住户专用的电梯 游泳池 健身房 高尔夫球场等 以及一眼就可以展望 整个首尔的撩网台 另外住宅主打六星级服务的 饭店是管理 所以有房间清洁及餐点 衣物送洗等服务 根本就和饭店没两样啦 被称作长途欧巴始祖的赵银成 在2023年主演 迪士尼家原创韩剧MOVIE 携手韩孝舟 车太炫 柳成龙的超强CAS 共同演出超能力英雄 最终他用飞行能力 帅气的形象 又大圈了一波粉 韩星最贵豪宅 套宝二 宋仲基 价值100亿韩元 曾购入夏威夷豪宅的宋仲基 融合这次排行亚军 他购入 位于汉南洞地下三层 与地上二层的独栋住宅 能将整个南山及离太院美景 一览无遗 除此之外 还前拥南山自然美景 后报繁华的市中心 被誉为韩国最贵的房价区 如今房价更已突破了 100亿韩元的惊人价格 另外 宋仲基 位于夏威夷 潭香山 阿拉莫纳海滩地区的高级公寓 不仅能将整片夏威夷大海 经收眼底之外 公寓顶楼 还有顶楼泳池 只要在家里 就能够尽情享受度假般的生活 实在是让人太羡慕了 在综艺节目与广告界活跃的宋仲基 及黑道律师文森佐 受海外各界好评后 与李盛明 携手珠洋韩剧 采发家的小儿子 创下2023年的最高收视 只能说真不会是两位演技派 收拾好这里 不是盖的呀 韩兴最贵豪宅 Top1 张东健 高速荣 价值115亿韩元 众所期待的冠军 就是张东健 与高速荣夫妇 他们现居要价 约115亿的青坛洞P大楼 拥有地下6层 地上20层 共3栋连在一起 还有饭店式管理 让住在家里 就像住在饭店一般 以及住户个人的专用电梯 根本就是现实版的赫拉皇宫 此外张东健名下 还有汉南东5层建筑 约130亿 高速荣民下 有一栋市价约150亿的建筑 两人在经济道加平 还有一栋获得世界建筑奖 价值25亿的别墅 张东健和高速荣 所持有的百亿含园别墅外观 根本就和我的上流世界中的美术馆 没两样 除了品味极佳 投资能力 也是令粉丝们超目结舌呢 Ba luc basic